为企犯毒案赫然发现一款俗称丧尸药的毒品 而这种药吸食之后容易使人产生幻觉 甚至出现想要啃食他人的情况 大陆警方不敢轻忽终于全数查获 蓝鱼女子被警方气不到案 而她的住所更被搜出大批俗称丧尸药的假卡系统 贩卖这个冰毒还有这个假卡系统 这个新型的毒品在那边过去都没有过 七千克的假卡系统数量相当惊人 由于吸食之后容易使人产生幻觉 甚至出现想啃咬他人的情况 让大陆警方不敢轻忽 抓获犯罪分子是17人 缴获冰毒7.2公斤 阻断了吸引毒品进入到我室 原本是在山西逮到一批不敢大意 寻见再揪出哈尔滨的贩毒同伙 在当地有七个居住地经常变换居住地点 警察为了便于贩毒和为吸毒人员提供场所 他们还租了四套单身公寓 为吸毒人员提供租房吸毒服务 这种丧失药出现在大陆算是罕见 警方查获17名嫌疑人 没有酿成其他的社会案件 终于才松了一口气 记者综合报道